第一章,学习中文是一个有趣的冒险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探险 去探寻一个神奇的世界中文的世界 学习中文就像是一场有趣的冒险 充满了奇妙的字形,美丽的声音和丰富的文化 在这个冒险中,我们将发现中文的重要性 为什么学习中文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聪明,更有趣 第二章,中文是一个古老的语言 中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它的文字形状独特,优美 每一个汉字都有自己的故事 学习中文就像是在探寻一个古老的宝藏 每学会一个字,就好像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宝石 充满了成就感和快乐 第三章,中文是一个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 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 在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 中文是人们日常交流的语言 学会中文意味着我们可以和更多的朋友交朋友 了解更多的文化 丰富自己的视野 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 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广阔的天地 第四章,中文是一门美丽的语言 中文不仅是一种交流的工具 还是一门美丽的语言 它有着独特的音调和韵律 听起来非常悦耳风听 学习中文就像是学习一首美妙的歌曲 每一个字,每一个声音都充满了魔力 当我们学会了中文 我们就可以用优美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让人们听了会心情愉快 就像是听到了一首动人的音乐 第五章,学习中文可以开发智力 学习中文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能力 还可以锻炼我们的大脑 中文的字形独特 每个字都有自己的结构和意义 学习中文可以让我们锻炼观察力和记忆力 帮助我们变得更聪明 而且,中文中还有很多有趣的字谜和成语 解开这些谜题 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智力比拼 非常刺激有趣 第六章,学习中文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学习中文不仅可以学会语言 还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和传统的国家 学习中文可以让我们了解古代的故事 传说还可以学习到中国的绘画 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 了解中国文化就像是去了一次神奇的旅行 让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风土人情 破宽我们的视野 第七章 学习中文可以培养我们的耐心和毅力 学习中文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只要我们有耐心和毅力 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学会中文 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培养我们的耐心 学会坚持不懈 当我们一步步地掌握了中文的知识 就会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知道自己是一个勇敢的小冒险家 结语 学习中文就像是一次精彩的冒险 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世界 还可以培养我们的智力和毅力 让我们变得更加聪明 有趣 希望大家能够勇敢地踏上这次冒险 一起去发现中文的奇妙世界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谢谢大家 未经许可 在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